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接下来雷师傅被李光伟重重爆炸倒地 倒地后 李光伟被雷师傅压在了身下 而后雷师傅常召李光伟以连续重拳爆打 不过雷师傅也在做着分离的反抗 试图想要爬起来 但是无奈李光伟真的太撞错了 一时半火有点起不来 雷师傅无奈只能参照李光伟以重拳爆打 接下来李光伟做出了一个拿背的动作 不过雷师傅也在努力想要争夺对手的束缚 结果力量实在不够 又被李光伟压在了身下 而后双方马上进行了激烈的地面沉斗 紧接着李光伟突然站起来 以连续重拳重击了雷师傅的面波 这也让雷师傅已经有点招架不住了 最终李光伟抓住机会 以连续顶尽外加右手重拳直接击对手 赢下了比赛 雷师傅也被李光伟直接打闷了 再后李光伟还是非常友好走过去慰望了雷师傅 全场比赛下来 雷师傅仅仅只坚持了71秒的时间就被打场击了 先不说雷师傅的功夫怎么样 至少赶走上猎台去为传舞证明 就已经非常了不起了 虽然这次传舞又输了 但是也不能因为极个别传舞大师的落败 就去质疑了全部的传舞大师 也相信真正的传舞高手还是大有人在的 或许他们只是不想出来抛头热面而已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了 看清台体育赛事有我大手的想法 我们下期再会